真的是太黑暗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去搞创意 不要去私人定制就不停 来看看这货 这就是案例啊兄弟们 这坑坑就踩大了呀 打白天我得打着灯笼 不然太黑暗了 22年登记上牌 个人定制还是一线大品牌啊 对吧你猜我就不说了啊就不说了 目前为止开了5000公里 20多个W没有了 车是个好车 那我承认啊车是个好车 2.8T的跃进H500 要的东西呢也都有了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 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一键落索大品导航 什么四路监控啊 还有些是一个自动的后驱后双胎的 2.8T材用 车差5米99车高3米1车宽2米45 上的蓝牌 蓝牌C1 C2都可以开 有没有看见他的外表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一个艺术家仿车啊 反正就拿笔画的 给了一桶松香水 能擦掉的这个啊擦完之后是绿色的车身和白色的车身 双拼的 回来之后呢我给他起这个好听的名字叫飞翔的荷兰人号 他这个车身那个不是玻璃缸结构那么简单了 有没有看见四人四脚啊就是人脚非常分明 用的是 8毫米的操缸 操缸啊操缸用的操缸的一个 青缸结构 所以他只能 是四四方方的车身的结构 而且是五成的一个车身啊 保温也好隔着也好 做得很优秀 但是这价格买两台车来 谁受得了 这就是四人定制 入坑板啊 我们来进到车内来看一下 户外柴油灶一天没用过 江棚没打开过 1234 四节台阶我们上车 这些 小的按键啊 都是复古是拨杆 啊 很复古很简单 准确呢合载五人蓝牌 C本所有的家装的一些家具啊都是 呃一些玩房车看不懂车非常简单 但是故障急 他没有东西会坏吗 没有东西吗 跟那些好豪华的又是这那的不一样 他极度简单 而且你会发现 好空旷就像一个货车一样什么都没有 进门的左手边是洗手间 这些叫红橡木啊 就是车友自己定制的红橡 红橡做的做旧 车你看的很旧 其实是花了大价钱去做旧 大家看这摸上去的质感啊 就跟这个很粗糙的木板一样 啊这个就像那个以前当铺啊米铺那个门板 哎就就就就那碗啊 订箱板 压仓压仓板 看这个就是自然形成的竹缘啊 自然开裂 哎这是洗手间啊 洗手间上的双向欢机上 包括这个像松木板一样的东西啊 都是涂了一层什么东西做的旧 呃配了一个便鞋式马桶啊全新的没有用过 呃 这车呢多少水箱呢300升的清水箱 1200瓦的太阳能板 和1200安时的零酸天底电池 这样起来洗澡时间非常快的 因为他没有没有这个马桶啊占你的位 然后层高在里面可以举手啊有没有 我小弟层高一米八啊 B站也一米八我手举起来 居然没有碰了变化板 外侧呢有个红拉的一个外推窗啊 上方有换接线有灯 然后 这你就很空旷的感觉了 哎这里还挖了一个镜子啊 你就看 又又看不见啊 他又像好像 好像又能看见啊 这点 邮报 琵琶啊 半周面给你一些啊 小的幻想 我们再看车上前部啊 从这里可以应急走进驾驶室前三后二的一个布局 上方是一个一米四乘两米一的双人大创 直冷直脚的这个孩子 啊青钢结构我们结实 上方有天窗 整个都是一个木吊顶啊 上方有天窗 他的一个 壁板啊 白的 嘿嘿墙壁板啊墙板是白的 地板是黑松木的啊 很贵 我也不知道吹主有没有吹牛啊 但是他就说这玩 7个 好几万啊 有没有被宰就不知道 钱啊 银子是套出去了 效果呢也达到了 这些家具这都是做旧的工艺啊 感觉很协调 配了一个 洗衣机啊 电磁炉 这边是厨房 这里有个家用的牛米的指引机啊 就是水箱里放出来凉水可以直接喝的 这车呢两个逆电器 呃一个3000一个3000啊分开来对 空调和热水器单独用的3000其他的3000 啊用的别的电器整成的电器来用 所以呢不担心他跳闸 这个 我的天呐这纹理啊看着太舒服了 可以看吗 哎太漂亮了 驾驶室和生锅舱 这里还开了一个柜的啊 超油炸炸 这个这个柜子可以打开放东西啊 整车的 储物空间很多 但是没有像他们那样夸张有这样大衣柜什么的没有 但是每样东西 都很合理啊大柜子 抽屉 精心的为女同志装了一个化妆牌 好就除了男生嘛就刮刮胡子就算了啊 不女的他事多啊 两个大抽屉放你的化妆品是吧坐在这哎高 蛮好这个镜子啊都复古的啊上面这个做了个造型是吧 这柜子大 他分着1234567 这个小的可能放一些小的饰品啊什么的啊 就像一个 手势盒似的啊 这边 小动眼啊 冬冬眼 冰箱 家电就那几样没有多少啊双开门的一个大冰箱没有用过全新的 上方是一个抽屉啊 然后配了一个柴油暖风机 和一个家用的小米啊 1.5P空调 你看看这灯 这感觉啊哪个房车给你装这碗 是不是哪个房车给你装这碗 后面这张床厉害了老铁 这张床啊它其实是一个双层的板 这也是一个纯实木结构的一个方啊一个一个一个床板啊 啊两折之后入墙体 他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宠中间 因为他考虑什么呢 考虑他有个大型的宠物啊要走来走去 那个他有个狗啊狗在那边到处跑啊结果狗也没上车 他女朋友也没上车车就直接卖了 一线大厂区定做 就是这台车 这个床呢是一个1米4乘以2米1的尺寸 睡两个人非常的轻松加愉快 床帘打开啊 它是个外启窗 上方这个小造型板就做的特别漂亮 屠物调会多 如果说单纯的大衣柜什么的你不如带20个整理箱 搬家都没问题 这玩意就跟空的货车似的啊特别大 我们再看一下这辆车的小细节啊 这个USB啊12伏的电视层插口 木纹的这个无苦踏座 小车灯啊这个 石木的窗帘 这样啊 白色的白沙 这玩意可能没什么哪用啊但是他这个好看 哎就整体的一个 系列啊看起来就极度让人舒适 为什么在下面有个单独的水箱知道吧他要说我去北方 什么 极寒零下30度水肯定冻住了 单独又分了一个水磅出来 单独做了一个热水箱啊这是一个80升的热水箱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这些水光水箱水管 都是在室内 但是不上冬 就是说 再冷也能用到清水 哎小卡座 在这里啊 还在开车的过程中坐在后面是 不会像那个车那么累啊 就在这里 爱马仕城 我这个颜色啊 搭起来很跳跃啊 小窗户一开啊坐在这里 开车的时候 不晕车 这是重点啊 四路监控什么 300升水 然后1200的太阳能板 1200的锂电池 6000的逆电器啊 做饭呢 他一般就在室外去做了啊 这个地方也就是你煮个茶煮个饺子 捆面下雨下雨天 懒得出去啊 五座啊五座 两张大床 你喜欢打地铺也无所谓 呃 这就厨房了啊 这其实很简单啊 车呢是二二年九月份上牌的 然后呢确实真真的没有用啊 没有用到这台车 也是后驱后双轮一样 这边柴油灶 都是新家瓦 柴油的柴油灶 然后呢 27.8 嘿嘿嘿